4月7日黑龙江省普通高中毕业年级迎来全省同步开学 高三年级的学生结束了70多天的居家学习生活 返回学校开始了高中学习阶段最后的三个月冲刺 迎接高考来临 早上6点半记者赶到哈尔滨市第三中学 在学校门口已经有学生陆续来到学校报到 经过排队测温后有序的进入到教室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 早在开学之前学校就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进行了开学的预推演工作 并且每个班机分成两个教室上课 单人单桌每桌保持1.5米距离 同时准备了备用教室 学生们错时错峰多入口进入校园减少聚集 我们现在高三学年一共是9个班机 为了保证入门关的安全 我们实行错时错峰的一个导校 我们全校一共有三个大门作为总体入口 进入校园之后又分成四个入口 这样让学生可以尽量做到少聚集 保持兼具能够有序的进入校园 高三二班的郝陈薇是第一个来到学校的学生 他告诉记者回到熟悉的校园心里很兴奋 看到学校各方面的防疫措施更加能够安心学习 内心挺激动的但是还是有点这个稍微有一点点这个担心忐忑 现在看到学校现在有什么样的变化了 然后我们能不能就真的就正常的完成有效的 有序的完成我们的这个学习生活 看到这个整个井井有条的 然后安排的这么好就非常有信心 在教室内记者看到学生们经过简单的整理 来不及与多日未见的同学们打招呼 就很快的进入到学习状态 感觉又能回到学校就回到了正常的生活 就是因为都已经高三了 然后好不容易能回到校园 然后希望大家能够珍惜这个最后三个月的学校时光 然后因为非常来之不易 记者了解从三月份开始 黑龙江高三年级的学生 已经在家里通过网络进行了一个多月的线上学习 为了让学生做好线下与线上学习的衔接 学校为此也做了精心的准备 经过一个漫长假期的一个学习 学生也迫切地想回到学员 经过线上教学之后 他们在无论在学业上还是在心理上 也会存在一些问题 那么开学第一课呢 我们是包括学习上的心理出导 也包括卫生健康教育 我们是请我们学校有经验的这个老师 还有校医还有心理老师 共同准备这开学第一课 保证学生能够做好一个更好的一个过渡吧 相信我们的老师和同学们 一定会很快地适应展现的生活状态 这种学习的经历呢 也是我们的同学们可能是没有经历过的 所以也是我们同学们 人生中很难忘的一段回忆 我相信我们的老师和同学们 一定会利用好最后的90多天的时光 做好最完美 最有力的冲刺 框档 实情 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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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